怎么有这么狠心的父母 先来看这个是基隆市的独虫妈妈 她经常带着小孩搭计程车 欠下了大笔车资不付钱 先是假装要下车去找人拿钱 而为了要取信司机 她竟然把才五岁的女儿当成了抵押品 就一个人留在车上 独虫妈妈一去不回 有的司机被骗了两千多三千多块钱 也能够自认倒霉 远景在车子里搜出注射针筒 巡线找到女童的妈妈 将证明有毒瘾的妈妈及同居人 带到派出所 计程车问讲痛吗 说已经有好多司机受骗了 每次都被骗两三千元 最可恶的是 这名独虫妈妈还把女儿当物品抵押 她说后来司机都把我送到派出所 我妈妈再来领回去这样子 问了很多司机都载过 有的被骗了三千多块 车费有的两千多 早就不是第一次 这名前科累累的独虫妈妈 骗过基隆台北线许多问讲 她不是装可怜 就是把女儿丢在车上落跑 还大言不惭地说 只是暂时把女儿放在车上 我们看人家出现的钱 又有什么要贏的 有 我们现在是经济手头的案子 对对对 说自己一定会还钱 但问讲根本不相信 被欠钱的问讲 现在也只能把它列为 聚在黑名单 以免再有更多人受害